自从美国政务院议长佩洛西于2022年8月初 率团访问台湾以来 台海关系就一直处在高位紧张状态 最近有接连看到差点撞船和撞击的细问 于是中共要武统台湾的信息像个幽灵一样 不断在互联网上飘荡 那作为在中国大陆出生和长大 现在移居海外的我来说 如何看待台海关系 以及台湾未来的出路 本期视频就来说说这个问题 从小到大 确切地说是到出国以前 基于我所受的教育和我头脑中的认知 台湾对我来说就是中国的宝岛 记得小学语文课上学过一篇课文 日月谈 当年还曾在课堂上有感情地大声朗读过 这应该算是台湾给我的第一个具体又美好的印象 后来中学的历史课本上 介绍了台湾还没有回归祖国的原因 这个历史原因也简单明了 就是国共内战后期 国民党战败退守台湾 而中国因为先打了朝鲜战争 没有一鼓作气收复台湾 但当朝鲜战争结束以后 因为美军的支持 导致收复台湾的行动不得不暂停 这一暂停就一直暂停到现在 所以在出国以前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说法 我是认同的 也有很多次和同学朋友在一起吹牛 尤其在酒后 常常凯探国家领导人太软弱 中国人民解放军太怂 我泱泱大国竟然如此忌惮 区区一个台湾岛 以中国的军事实力 先射它500枚导弹 彻底摧毁台湾的军事目标 在海陆空协同登陆着战 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 如果美国敢来拉偏价 就给他一勺会 可能当年我也曾说过这话 如果要攻打台湾 我愿意捐一个月工资 说实话 我很理解现在小粉红的一些言行 因为当年我也是其中一分子 甚至在更小的时候 看过几部新加坡的电视剧后 竟然傻了吧唧的认为 孤宣海外的新加坡 也应该尽早回归强大祖国的怀抱 尽管那是连新加坡 具体在地球上的什么位置 可能都搞不太清楚 27岁出国以后 可能是地理位移的巨大变化 使我在物理层面 转换了看台海问题的视角 当抽离了国内的环境 外加看到和感受到 来自不同信息源的信息 这就使我的思想 慢慢发生了转变 如果此处用舒适的诗句来诠释 就是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原身在此山中 出国后 不仅看到了更大更多样的世界 也切身体会到了民主制度的优越 这时再回看中国 以及中国与台湾的关系 我才逐渐意识到 过去的想法太狭隘了 看问题的视角也太窄了 以前在电视上看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一个个都一脸正气 在回答关于台湾的问题时 觉得他们都回答得铿锵有力 捍卫了祖国的尊严 但后来就慢慢发觉 那些发言人的嘴脸有些扭曲 也越来越明显的感觉到 在台湾问题上 中国大陆是在世家强权 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台湾 则让我心生同情 进而心中不免开始为民主自由的台湾 鸣不平 但是 此处必须划重点 直到一件事的发生 我才知道我内心深处 不加修士的本能的想法 这件事就是2015年11月7日 在新加坡举行的洗马会 或称马席会 当我在新加坡家里的沙发上 看到电视里 习近平和马英九握手的直播画面时 没想到我竟然一下子激动的热泪盈眶 这也是我想做这个视频 说说我个人看法的原动力 这里还是要先说明一下 后面所讲的内容 只是我个人形而上的助而论道 并不拘泥于具体问题 也脱离党派成见额意识形态 如果你觉得我的表达和逻辑 哪里有不妥和谬无之处 欢迎交流批评和执政 还是那句话 咱们不带骂人的 另外 关于台湾的历史和台海局势的历史 这里不做详细介绍 我想能点开这个视频的人一定都懂 即使不懂 随便一收也都能找到答案 闲言少叙 书归正传 基于目前的情况 台海局势将会如何发展 台湾未来的出路 又在哪里呢 首先对台海局势 做个前瞻性概述 那就是台湾问题时间拖得越长 中国和平统一台湾的可能性就越低 之所以这么说 其实只需要看一个东西 那就是台湾的民心 两讲时期的外省人 很多还是新系主国大陆的 外省人的总代表 两讲在执政时期 始终都没有提出台湾独立的主张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但到了马英九这一代人 可能有些人不在台湾出生 但基本都在台湾长大 自然对中国大陆就没有什么感情可言 再到如今的年轻一代和未来的台湾人 更是对大陆不会有丝毫的情感基础 而他们所共同认同的身份就只有台湾人 拿我自己举例 我家祖上是从山东寂寞传关东到东北的 繁衍了五六代人以后 到了我这代人 你问我对山东有什么感觉 我只能说山东是中国的一个省 与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再比如我的两个孩子 生于新加坡 长于新加坡 已经是地理道道的新加坡人 对中国的感情 还不如我对山东的感情 我所认同的家乡 只是我长大的那个东北小三村 而我儿子认同的祖国 也只是新加坡 当年毛泽东虽然提出过和平统一的主张 但始终还摆有一副 无力解放台湾的架势 直到1979年1月1日 中美正式建交使 福建前线部队 才奉国防部长徐向前的命令 真正停止对金门及附近岛屿的炮击 这也致使海峡两岸 长期处于分裂分治的局面 等到邓小平正式提出 和平统一一锅两制放射后 才使得北京对台湾政策 经历了划时代的变化 从此缓和了紧张敌对的状态 再后来和平统一的方针 经江湖时代 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西时代 那基于现在的一个既定局面 台湾未来可选择的 其实无外乎三条路 独 统 和维持现状 那到底台湾该走哪一条路呢 先看第一条路 独 也就是台湾独立 这条路的后果 其实世人都看得明白 一句话就是 台独是绝路 一个简单的推演 只要台湾有独立的实际行动 中国必然开战 不管外国怎么看 这是中国反国家分裂法 所规定的法定动作 也是中共政权内在合法性的 必然要求 中国一旦开打 台湾只能处于首饰 而仅凭台湾的军事实力 来对抗现在的中国 无异于以卵击石 有些台湾人可能幻想 面对大陆的进攻 美国不会袖手旁观 其实不管是台湾关系法 还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还是美国对台六项保证 其中的一中政策都是一致的 虽然美国反对任何一方 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企图 但这句话对照现实的逻辑起点是 台湾不能首先宣布独立 如果中国未来真的以武力说服台湾 美国能做到的对台湾最大程度的保护 也就像支持现在的乌克兰那样 送枪送炮 当然要这么做的前提是 美国有能力在战争的条件下 把枪炮弹药送到台湾岛上去 目前基于我所看到的各种分析 美国绝不会因为台湾而和中国撕破脸 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先不谈 仅从军事角度看 几个主要原因也都显而易见 概括说就是三点 不能打 打不过 没打过 先说第一点 不能打 中美之间就像两头大象 一旦打起仗来 都知道谁也吃不掉谁 同时谁也没有好果子吃 这个可以参照当年冷战时期 最剑拔弩张的时刻 因为古巴导弹没机 美苏两个拥合大国 差一点插枪走火 但最后美苏双方还都保持了克制 从而避免了一场人类的浩劫 美苏犹如此 美中何以堪 再说第二点 打不过 虽然美国在整体军事实力上强于中国 但这不能保证 美国能在台海这样一场局部战争中打赢中国 最有力的一个证明就是 有着全方位军事支持和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大兵 美军在阿富汗还是干不过骑驴的 其实针对台海局势军事力量的专业分析 网上就能找到不少 当然中国所做出的分析可以直接忽略不看 因为那其中对解放军实力的总结一定是 作风优良能打胜仗 这方面的分析还是要看台湾或者美国做出的 但有意思的是 不管是美国做出的评估报告和兵推结果 还是台湾专家学者做出的专业分析 大部分对解放军实力的评估同样是作风优良能打胜仗 再说第三点 没打过 美国至越战以来 再也没有为支持或保护别的国家不被侵略而发动和参与战争 请注意我的用词 别想多了 可能有些人认为 美国会为保全第一岛链而不惜与中共一战 这个第一岛链在二战结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为遏制中国还是发挥挺大作用的 但如今随着军事信息化和武器现代化的发展 第一岛链的战略意义已经大大降低 而且中国现在已经有能力突破第一岛链的封锁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美国真的执意为保全这个鸡肋般的第一岛链 而不惜和中国发动战争 那就回到刚才说的第一点 不能打的那种情况 如果美国不参赞 那顶在最前面 真刀真枪 死守台湾的还是台湾人 切不说台湾可以牺牲多少军人和平民 来应付这场战争 台湾很多地方势必断水 断电 断网 试问现在的台湾人 如果没有网络 不能洗澡 台湾人到底能坚持几天 还有些台湾人寄希望一旦开战 西方国家会以各种手段制裁中国 同时会像支持乌克兰那样 对台湾进行武器输入 其实这两点中国也早有应对之策 比如今年5月30日 在一次国家安全高层会议上 习近平说 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 准备经受风高浪急 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一周后 在视察内蒙古的一个工业园区时 习近平将这一理念又延伸到经济领域 习近平说 构建国内大循环 是为了保证极端情况下 国民经济能够正常运行 话说到这份 就好像斗地主打名牌了 就算全世界首有国家 对中国进行制裁和封锁 对幅员辽阔 具有极大战略众深的中国来说 只要国民团结一致 关起门来照样过日子 对台海战争 很多兵推和分析结果都认为 战争会在几周 甚至几天内就结束了 所以从短期来看 对中国的制裁和封锁 可能会对国民生活造成一些困扰 但还不至于有严重的生存危机 不像新加坡这样的弹丸小岛 如果一旦被封锁 新加坡人可能只有下海捞鱼了 再说外国对台湾的武器输入 这基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刚才说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时 也提到这点 不像乌克兰与欧洲陆路连成一片 只要中国封锁台湾海域 任何船只都别想靠近台湾 整个台湾由此会变成一座孤岛 那还怎么运送武器 到这里对台独之路做个小结 简而言之就是 独则必有一战 战则必败 败则必被捅 我想这也是台湾之所以 始终不敢有实际台独行动的原因 既然台独这条路走不通 那只能退而求其次 维持现状 这也是我接下来要说的第二条路 这条路会走得通吗 答案不言之明 可以 但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而这极大努力的结果 仅仅是为了维持一个 非常不稳定的平衡状态 其实这些努力如果用在别的地方 可能会产生巨大收益 从台湾角度看 台湾不敢读 也不愿意读 为了维持和平局面 只好忍辱负重 在夹缝中求生存 虽然辛苦和憋屈一些 但至少可以保证人民的生命和产产安全 再从中国角度看 中国虽然宣称不放弃使用武力统一台湾 但除了考虑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必然干预外 还有另外一个更棘手的问题 那就是打台湾不难 但占领台湾却很难 即便可以军事占领台湾 然而收拾民心 则是更大的挑战 整不好甚至可以动摇中共的根基 所以基于中台双方各自的考量 不独不同不武的局面 才得以保持至今 然而即便这样 这个平衡还是非常不稳定 维持这个平衡的因素有很多 可能只要其中某一个 不起眼的因素的改变 都可能打破整个平衡状态 更别说那些邪而易见的不确定因素 比如大陆出现一个雄差大略 或者雄心勃勃的领导人 再比如台湾选出一个 拼死也要搞台独的总统 像视频开头提到的佩洛西访台 即便西方某个有点来头的政治人物访台 也能让大陆的飞弹 从台湾人的头顶飞过 这种种失衡的趋势 正是台海危机持续不断的原因 在这样一个局势中 中国大陆占据主导和优势地位 而台湾则始终处在被动和弱势的地位 台湾的国际空间不断被压缩 几乎仅剩一点喘息的空间 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是 台湾邦交国的不断减少 其实这还是中国大陆给台湾留了情面 如果中国稍微努力一下 让台湾的邦交国减少到零 也不是件很困难的事 如果台湾的邦交国真的减少到零 那即便台湾宣布独立又如何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承认 台湾主权独立的国家地位 那台湾除了致嗨 没有任何意义 我个人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说 维持这样的一个局面 除了有一点居高临下 以止气使的快感外 对和平统一台湾并没有丝毫加分 加强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的做法 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台湾的独立 但希望用这种方法来实现最后的统一 那就只能是中国梦了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未来的台湾人只能越来越有自主意识 也会越来越有自己是台湾人 而不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再转换到台湾方面 维持现状除了可以保台湾和平外 还有更深的一层考量 那就是把问题推给时间来解决 说白了就是等 那究竟等什么呢 其实是等大陆发生变化 好听的说法是等大陆实现民主化 不好听的说法 其实就是希望大陆先乱起来 等大陆自身都难保了 也就再无暇顾及台湾 到那时 台湾可能伙同其他区域 脱离大陆而宣布独立 比如新疆或者西藏地区 这或许是个办法 但退一万步讲 如果中国分裂这种小概率事件真的发生了 台湾除了能捞得个独立的名头外 并不会有更多更大的好处 相反 保持大一统的中国 从长远看才是最有利于台湾的 这点后面还会说到 在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 未来中国最佳的政体是联邦制 这个如果真能实施 或许不失为一种比现在更好的政体方案 可是对台湾来说 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时间 这种变化要等多久 如果是三五年 或许还可以等 如果是三五百年呢 谁等得起 如果中国分裂不太现实 那中国实现民主化后 台湾能独立吗 我觉得还是不可能 因为民主化后出现的政党 一定也是将维护主国统一 作为执政纲领之一的 中国人的思想中 始终有着大一统的基因 而执政党要取得执政的合法性 又必须符合中国人大一统的政治诉求 如果我这个判断成立的话 那对台湾来说 维持现状这条路的终点 还是统独之争 而独刚才已经说过了 是绝路 于是也就只剩下 接下来要说的 唯一能走的一条路 统一 如果未来 中国不发生 分裂成几个国家 这样的小概率事件 也不发生 陨石撞击华北平原 这样级别的天灾 那按目前的局势 继续推演下去 统一就是历史的必然 只是早晚的问题 而不管台湾人 愿意不愿意 与其这样 晚筒不如早筒 早筒不如快筒 如果伤心总是难免的 又何必占一 那一点点温存 况且一个统一的中国 也是中华民国宪法 所规定的 那绝大部分台湾人 和几乎所有的台湾政党 为什么不愿意统一呢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台湾人 不愿意被中共统治 其实这个问题 也是有解的 从邓开始到现在 中国大陆 为了能和平说服台湾 已经开出了 很优厚的条件 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 具体内容是 容许台湾保留资本主义经济 社会秩序 独立的政治制度 司法体制和军队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治下的中国大陆 则继续实行 中国特赦社会主义经济 以及民主集中制 但是在外交上 只容许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可以说这个条件 至少在纸面上 已经让出了 所有能让出的了 你总不能期望 中共把政权 也一并拱手相让吧 甚至邓诚在某个场合说过 只要台湾能回归 改国号都可以 这其实是把一国的条件 又做了进一步的让步 光说不练 假把势 我这里不妨提前 免费贡献两个国号 供未来政府参考 一个是中华共和国 另外一个是 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其实说白了 只要承认一个中国 台湾不仅可以保持现有的一切 而且还可以得到更多 比如从经济方面来讲 这个都不必多说 一句话概括就是 背靠大树好乘梁 再比如从政治方面来说 统一过程一定伴随着 中国民主化进程 台湾作为华人之光 真正的实力 就是先进的民主制度 这个力量甚至比 从美国买多少军火还强大 管理学上有一种方式 叫做向上管理 如果台湾能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和谈判力量 参与甚至主导 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那蛇吞象的奇迹 不是不可能发生 打不过他就加入他 再影响他 改造他 最后驯服他 岂不比维持现状 更过瘾 更刺激吗 就拿国民党来说 虽然在台湾已经风光不在 但在大陆 还是很有亲和力的 比如2023年3,4月间 马英九中国记主之旅的 所到之处 大陆人民对马英九 那种发自内心的 喜爱程度可见一斑 假想中国实现民主化之后 有着丰富民主政治经验的 国民党在重整旗鼓 历经图治 奋发图强 说不定会实现 讲攻反攻大陆的疏愿 对像民进党这样的 其他政党来说 争取法定将域内 最大限度的执政权 也是一个政党 内生性的要求和目标 中国未来必定会 转变成真正的民主社会 这是历史大势 人力不可为 那对于台湾人 和台湾政党来说 与其坐等中国实现民主化 倒不如参与其中 主导和加速这一过程 目前纵观华夏大帝 有执政能力和经验的 除了共产党 就是台湾的几个政党了 当然还有香港和澳门的 民主政党 但香港和澳门 因为历史原因和体量太小 能与中共博弈的筹码太少 而这点台湾的优势 就非常明显 可以说台湾起手 就是一手好牌 其实中国多党制的牌面 已经铺开 就等台湾人和台湾政党 上牌桌了 到这里 我对台湾未来出路的论述 就说完了 如果你觉得我人微言轻 通篇都是在胡说八道 那我们不妨看看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 是怎么看待台海关系的 首先要说一下 新加坡在台海事务上 参与颇深 早年李光耀在一定程度上 担当了台湾和大陆的传声筒 这个过程 在李光耀的回忆录中 有比较详细的技术 这也是为什么大陆和台湾 两次历史性会议 都选在新加坡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光耀在其最后一本书 《李光耀观天下》中 谈到他对两岸关系的看法时 说过这样三句话 第一句 台湾与大陆的重新统一 是时间的问题 这是任何国家无法阻挡的 事实上 台湾的命运早在 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 就被确定了 第二句 李登辉当总统时 发起台湾化进程 强调该岛脱离中国 但是 这不会改变 最终统一的结果 这样做 只能使台湾人 在重新统一 实际发生时 更加痛苦 第三句是当被问到 台湾当地的调查显示 支持独立的人 要比统一的人更多时 李光耀直言 这种民调是毫无意义的 台湾的前途 不是根据台湾人民的意愿确定 而是由台湾与中国力量对比的现实 以及美国是否打算进行干预来确定的 这不是以民意调查来决定的 虽然很多台湾人看不上彼此大的新加坡 但台湾人确实应该深思 李光耀的这三句话 有一次 我在新加坡的一个湿地公园 看到两条弹图鱼在打架 他们打架的方式很有趣 就是头对着头 然后都把嘴巴张到最大 还时不时地在泥地里 你跳一下 我跳一下 如果这两条鱼能听懂人话 我真想直接冲下泥桃 指这两条鱼的鼻子说 你说你俩都生活在烂泥里了 还打个什么劲 谁打赢了又能怎么样 能赢房子 还是能赢地